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 政田千云 我是 台湾进银家贝 在这三年的疫情中 我们也是很努力的在度过 因为客人也许不晓得说 我们在日本要维持一间店的话 是非常的困难 第一个我这边建第50平 按照押金来讲的话 其实一个月都是要好几十万的开销 这个之后 现在今年4月开始 我们客人就是黑布丽山一开的话 那这边到达一个高峰 但是我都每一团每一团 因为我们要做到专业 所以我们每一团 我们都有跟客人介绍这个刷刷锅的吃法 还有我们这三年 我们如何度过这三年的一个故事 那客人听了他都觉得说 我们很有利子 而且倒是我在这边 一个人在这边打拼 他们听了都非常的感 很感心 也是很感动 所以他们还是觉得说 下次一定一定还会再来支持一支屋 因为日本一年四季都很美 他们都希望说一年四季 他们都会来一次 也是他们希望也能够来到明谷屋 然后一支屋这边来用餐 真的很感谢他们 还有我们也有增设 因为为了给客人有个满足感 所以我就采用我今年多了一个叫做台湾肉燥饭 因为客人竟然说有时候肚子很饿 那要煮火锅需要等个五分钟至十分钟的时间 那这时候客人就会闻香 哎哟这个肉燥饭真是太怀念了 所以我们又多一个辣妹肉燥 还有一个辣味肉燥 辣味肉燥也是明谷的明菜 就是煮完这个干面 然后放上一些青汤跟青菜之后呢 再放上我们的辣味肉燥 就变成我们明谷屋的名产叫做台湾拉面 所以呢这些呢客人现在的效果都很好 也吃得很高兴 每一个客人一百零格都说 这一餐最好吃了 还有呢我们台湾人到日本来一个饮食不习惯 一个就是说它味道很咸 因为是明谷屋的话呢 它因为我们是采用红味噌 或者是说比较重口味 其实呢对台湾来讲呢 有一点不太适应 那这里的话 而且我们一路上在旅游 大概都是五六天的时间 然后一天假如是两餐的话 四天我们就有八个餐食 其实呢蔬菜是很少的 我们说有海鲜有肉 或者是说有牛排 其实蔬菜呢它是很少的 那这一站呢我们吃了大概五六餐的话 大家都已经腻了 所以他们来到我这里的时候 看到这么多的蔬菜 那比如说是北海道的栗子南瓜 我们当地所产的 艾滋县所产的这个蔬菜 大家都吃得很高兴 这一些的话呢 都能够比较满足我们台湾人的口味 而且我的味道比较淡一点 没有那么的 那个咸度还有盐的方面 没有放得那么的重 所以呢客人呢 他们都还能够把汤全部都喝完 这一点我是觉得 跟台湾跟日本的这个刷刷过 有一点不太一样 曾建玉老师来到明谷屋的一支屋 远出以外 他也接受了日本中部地区台湾同乡会 以及台湾流日中部地区教师会的邀请 曾来参加一集演出 关于曾建玉曾老师呢 我们跟他结一个缘 是因为在这个疫情之前 三年前2019年的9月 因为我是三线琴的一个主缘 那我的老师叫做Niwa Akiko先生呢 他很喜欢台湾 然后就想要再回到台湾 去做一个音乐的交流 结果那个时候呢 因为我对三线的台湾这一块 我并不熟 那我就在网路上的一个角落 云端里面找到了曾建玉老师 而且我也是出生在 我是台中 所以曾老师也是台中人 然后就结了这个缘分 那因为他也带了我们 走了很多的医院 还有台中广播电台 去做了这样子音乐的一个交流 那也曾经也受过他 非常的照顾跟帮忙 所以我就跟他结下了这个三缘 在疫情呢已经有三年了 在三年前呢 我们曾经到台湾做过议演的时候呢 曾建玉老师帮助了我们很多 而且他是一个很热心 很爱台湾的人 也更爱日本这一块 所以他就跟我了三年了 我们都没有再见面 那因为刚好疫情它稳定 然后观光开放了 那今年呢 我就回了台湾 今年的一月 就是2023年的一月呢 我回了这个台湾 然后去找了曾建玉老师 然后当初呢 我们在他的这个音乐教室里面 我们就说 学姐 我一定要到这个名古屋去演唱 因为呢日本呢 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 送给了我们的疫苗 所以呢他一定要来这个感恩 然后要用他 二十年学来的三线这种音乐呢 来弹给我们日本的每一个朋友听 那不是都是台湾呢 台湾跟日本 然后弹给所有的人听 那就是一个要来感恩 还有恩戒喜的这种心情 所以呢我就 我们我就帮忙了他 来到这里 然后现在呢 他还会到东京 大阪 京都 和歌山 各个地呢 他去做这个台湾 跟日本的一个音乐的交流 第一次呢我们邀请曾建玉老师来到名古屋演奏的话呢 是因为呢我们是双师姐 那就是10月10号之前的10月5号 我们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为的年轻人 那我就想说因为我们的侨会就是华侨总会 有一些节目要表演 然后我也希望说曾老师能够把他的音乐范围能够去扩大一点 能够让每一个在日本每一个角落都能够听到他的声音 还有他三千琴的这种造诣 所以我就邀请了他 那会章也很诚心的 也邀请了这个正式的邀请曾老师来这边演奏 那再过这个事情已经是三年前了 三年之后呢 因为呢曾老师也怀念日本这一块也想要来这个感恩 所以呢他就跟我商量 所以这一次的话呢其实第一次的时候呢 大家对他很陌生的 就知道说他是一个台湾的年轻人 而且很热爱三线而已 现在呢其实他不知道是热爱三线 他真的是希望大家就是能够 譬如说能够立志 就是像我一样 就是说有一颗粽子的启发开始 大家都能够去度过这个难关 然后有信心 所以呢他只要说他我们日本的朋友 或是台湾的朋友又喜欢他歌的人呢 他每一年他都会来这边唱歌给我们听 其实我认识这个曾经元老师的时候呢 其实他我们尊称他称我学姐 因为我说我们以为学校是同一个学校 所以我们就说学弟学弟 其实曾老师在台湾是很大咖的 因为这一点我都不知道 那因为这次他真的是跟我讲说 我想去鸣鼓演奏 但是呢其实呢 这一块呢不像台湾这么的简单 因为其实我们安排行程都必须公共机关的话 像学校医院单位的话呢 都要在半年以前都已经要申请 那这一次的话呢 有几家有接受 但是大部分的话呢 都是要按照这个行程来走 所以就是这一次他只能够 就是说在我像这样子的店里面 或是这个Live House里面 不过他已经觉得他自己很满足 因为呢他不是就是要来唱这个歌 然后变得很有名 他就是要来实现他所讲的话 要来唱 要来唱给每一个每一个台湾人听 每一个每一个日本人听 这个角落每一个角落都能够听掉 他的这个三线情人 他唱歌的这种心境 然后我们能够享受这一块 跟大家去分享他的音乐 所以呢我觉得台湾人或是能够 就是说在国外的话 或是在台湾的话 能够有所这样子的话 我是觉得是应该要鼓励还有帮忙的 其实这三年的疫情呢 我有非常的感想 因为让我成长了很多 是因为没有这个疫情 我不会比现在做得更好 因为我曾经有失望过 这个疫情维持这么这么的久 然后呢这个每天绑这个种子 我一直在深考这个问题 不晓得哪一天能够结束 但是呢一绑就是这么的久 所以这一点的话呢 让我深深感觉到有时候会抱怨 那应该怎么去经营 怎么才能活下去 什么才能够渡过这个难关 但是呢我并没有得到这种就是负面的 因为我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还有协助赞同我的做法 我的想法还有我的毅力 最主要是因为呢 像东京刘师傅的排骨便当的传厂 他给我一个很立志就是说 刘师傅呢他在这边已经55年了 那我才40年 不过他现在还是很元气 就是虽然工作没了 但是他现在还是很认真在摄影 是为了什么 人生的阶段呢不是在一个重点短短的时间而已 它是一个很长很长的一条路 就像要去追求一项东西的话呢 不是马上就能够实现 但是你很真心地做一项事情的话 一定会得到这个效果 在疫情期间其实有很多人失望过 也有人有成功过 那也有人一去不回头 就是说已经不在了 但是我们想想之后呢 我们现在都还活着 而且都还能够生存在这样子的话 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事情 也应该去爱惜他 要去珍惜这一块 所以我就认识了这个很多很多 就是来买种植的人也好 然后让我的失业的这个旅程 认识更多更多的人 所以这三年呢 其实我得到了不是这个东西 是所有的人脉 然后呢 大家都来帮忙我 跟我建议 然后是给我精神上的安慰 所以这些呢是非常重要的 那一样我们感恩于 就是别人对我们 让我感觉到这种温暖 那我们就必须把这些温暖 把它传播出去 让所有的人能够感受到 大家互相帮忙 然后这就是 我想要的一个和谐的社会 也是我们这个谢大师所讲的 善的循环 台湾人的味道 就是这么温暖 谢谢 谢谢 各位 谢谢 谢谢大家